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详细介绍了南极七额 如何在地表上最严苛的环境生存 以及海滨消失 将严重破坏海洋食物链的平衡 今天的节目 我们还有更多的故事要告诉大家 首先就是这个全世界最难抵达的极东大陆 到底该怎么去呢 在阿根廷的大火地岛 有一个标语是这样写的 世界的尽头一切的开端 意思是说南极探险的开始 就是从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雅起头的 乌斯怀雅过去曾经是重刑犯的流放之地 现在却成为繁华的南极入口城市 戏剧化的转变 也为探险旅程增添了不少穿奇色彩 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寒冷 最干燥 最强风 最晚被人类发现 也是最难抵达的大陆 在半月十二点从台湾出发 现在有了十个小时之后 终于抵达了五个转机点的地方 不过这只是整个行程的三分之一 接下来还要在二十个小时 上次转机点是八次 在十五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第二个转机点 也就是巴西里约的热内卢机场 在这里要停留一个多小时 但是所有转机的人 都必须留在机场里头 不能下机 其实这一段行程还蛮漫长的 在刚刚那十五个小时当中 整个机舱是爆满的 所以你几乎是坐得动弹不得 腰啊 脚啊 其实都还蛮酸的 不过再撑五个小时 最后的五个小时 我们就会抵达我们的终点站 也就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宁诺阿里斯 三十个小时 终于到了布宁地地区 阿根廷的首都布宁诺阿里斯 其实也不算是地区 所以根据我们要打船的地方 就是在五十块了 还有要再飞三个半小时 但是因为今天是已经太晚了 所以就在布宁诺阿里斯 晚上到明天早上 就在一起 可以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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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世界最南端的机场 乌斯瓦 其实在一上我们从台北到杜拜到巴西 再到阿根廷的首都布林大利斯 再到乌斯瓦 这样前后起来的飞行时数 加起来差不多是35个小时 而这一路上您看到我们带最多的心意 就是这些摄影机才 包括了有四个镜头 三台摄影机两个脚架 还有一台4K的摄影机 所以你可以想要说 这些转机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是非常紧张的 还好这一路都非常的平安 我们已经终于抵达了世界的镜头 就准备要登船前往南极了 这个板上面写的 FILM DEL MUNDO 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就是在世界的镜头 阿根廷大火地岛最南端的乌斯瓦亚 位处南尾54度的天涯海角 这是一座充满传奇和惊奇的地球边城 这应该算是乌斯瓦亚 没有最好的地方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安提斯山脉 可以看到森林 还可以看到海峡 居民告诉我们 今天是入下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 而在1869年呢 英国的传教士来到乌斯瓦亚 就是第一眼就是看到这么美的景色 所以就决定在这里定居传教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坐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整个乌斯瓦亚城市的开端 现在过了一百多年 已经建设到像对岸这样 这么繁华的一个南极的入口城市 来说到这整个城市的建设呢 其实很特别 因为您看到了像是 前面的这个道路啦 桥梁啦 港口啦 还有市中心的重要的建筑 包括市政府还有铁路 全部都是重刑犯建设的 在安息一出阿根廷的政府 特别把重刑犯 把他们移到这边来 因为想说在这里盖监狱 走没地方可以逃 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 在过去就是南极了 结果这些重刑犯来到了这个城市呢 不但要盖自己的监狱 还要替政府做很多的建设 所以说呢 居民呢 和这些重刑犯的关系 可以说是蛮微妙的 一方面又很怕这些连续杀人犯 但是一方面 如果真的没有他们在这里的话 这整个城市的样貌 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好 3 巧克力 3 algo más no blanco o negro blanco 其实Fushaya这个主要街道 原本是没有这么多商店的 所以后来政府寄出了免税政策 鼓励大家来这里投资 开店消费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让城市改头换面 无刷牙 铺了新的马路 盖了新的机场 甚至新建新的港口 像这个码头原本是不存在的 以前要到南极的破冰船或者是邮轮 都是在首都布宜诺爱丽丝的港口登船 现在几乎都是停靠在Wishwaya 因为毕竟这里是距离南极最近的海港 像是这个远方这个白色的大船 就是等一下要载着我们前往南极的破冰船 我们现在要登船了Jane South Academy Lof 就是接下来我们13天要在极地生活的移动旅馆 那么等一下登船之后我们再跟您详细介绍这一艘 有俄罗斯科学研究船改装的极地破冰船 嗨 您好吗 你好 您好吗 谢谢 你好 来到这边 你好 您好吗 你好 您好吗 很好 Narina P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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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Pai Pai Like Pai 我喜欢Pai 我知道 好 欢迎来到 来到楼上去看看Franco 他会向您展示到你的房间 好 你什么房间 603 603 是的 所以我们在第三层 最后一天 你会很熟悉这些梯子 因为你会往下来的大楼 好 好 三更到六层 好 当你出门 看你的房间 好 好 谢谢 你很欢迎 你很欢迎 我们现在要到房间了 找找看 嗨 你什么房间 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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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层 好 这是我的房间了 通常这是要两个人一起睡的 所以在组上文艺的女生还蛮好的 一个人可以享受这个空间 还有海景 这里是 这里是 为我们特别准备的 极地探险的装备 一个防水的 防风的大外套 然后还有一个 可以拉到这边的长裤 还有防水的靴子 所以呢 当做橡皮艇要登陆的时候 就要穿这个防靴子 防雪跟水的靴子 所以这房间就是长这样子 我们的船现在要离岸了 在今天晚上的六点钟 准时离开莎亚 差不多在五个小时 就会经过德瑞克海峡 这个德瑞克海峡呢 是位于所谓的尖叫六十度 也就是说它的海巷呢 是非常的凶险 所以呢 刚才船上的医生 有告诉我们呢 如果会晕船的话呢 这个时间呢 可能会特别感觉到不舒服 我们今天搭的这一艘 俄罗斯的科学研究船呢 它是由芬兰一个非常著名的 造船厂所制造的 可以看到它的船身的长度呢 有117公尺 宽度呢有18.3公尺 湿水深是6公尺 船上总共呢 可以载差不多150个人 那么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甲板呢 是在第七层楼 一般到第六层楼呢 就是游客的房间一直到第六层 那第七层呢就是甲板 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站在甲板上面 来观看这个船离开 那这艘船呢是目前到极地去探险 最安全的船只 所以接下来的13天呢 我们都会将它在这个船上生活 南极探险船在日不落的夜 启程出发 从人类文明的尽头 航向未知的领地 当乘客还沉浸在不可思议的喜悦里 突如其来的逃生演习 瞬间回神 刚才呢我们才完成了逃生演习 为了确保乘客的安全 刚才呢船长要大家每个人 都穿好救生衣 来到这个救生艇的旁边 那么呢 这一艘救生逃生艇呢 看起来虽然并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呢 可以搭载33个人 而且有14天的存粮 当然最好呢 这艘船是永远不会用到 这里我们有席 它是一个宝贝 它是一个宝贝 因为这就是 这个宝贝 的宝贝 的宝贝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速度 所以我们有两天在海 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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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最后 到最后 到最后 我们到最后 的宝贝 现在 我们感觉到 我们感觉到 现在 我们感觉到 现在 我们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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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 链接南美洲和南极洲 大西洋与太平洋的 德瑞克海峡 洋流交错 多风暴 中年海巷恶劣 是地球上最危险的航道之一 现在早上的六点四十分 我们刚刚通过了南尾六十度 你看这个南尾六十度 就是按照南极公约 从南尾六十度以南的土地还有兵架 全部都被划定为南极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抵达南极了 那么从登船到现在两天两夜了 虽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但是我们已经通过 全世界最危险的航道之一 德瑞克海峡 船只碰触南冰洋的蒙蒙清晨 里航的是杀人精 前方就是南射的蓝群岛 这个岛距离南极半岛还有120公里的距离 船长告诉我们其实在春天 是造访群岛最好的时间 因为冰封大地刚刚苏醒 眼前看到的景色还是非常原始的 在这个岛上除了有冰河 冰川之外 还有港口以及科学站 虽然说很多国家都曾经宣称说 都拥有岛上的主权 但是根据南极公寓的规定 这些美丽的岛屿都是属于全人类 而且只能作为和平还有科学使用 登陆之前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必须严格执行 在登陆南极之前呢 你的外套 防风裤 靴子 你身上的衣服都要用吸尘器把它清干净 因为避免说你的口袋里头啦 会有石头 会有种子 会有生物 如果有的话 或者是任何的灰尘 因为他如果希望这些东西呢 都被带到南极去 方便只会出面 口袋里头 袋里面 空带到中 中间 非常高的 可以 querer充ř 硬带到你身上 Nie Ministry 要让养免 社会没有长期 Pullis 是最后半端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因为あり没有 そして再一直唯恨 好是没什么 你没有东西 为小屍 你有恩 对 尭之 在这里 在别旋 还没有 我們的腰上面 around the neck Around the neck the knees down so anything that catches seeds or plant matter here or organic thing anything organic especially you don't want all the way down to that rosy 這樣那個靴子是不適的 因為這還要拿到外頭去刷 用清潔劑把它刷乾淨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就是因為之前有發現說 北極的東西突然長到南極去了 應該就是遊客把這些種子 石頭 不小心給帶上岸了 所以每一次登陸 都要做這些清潔工作 那麼離開南極大陸 回到船上之前 這些東西還要再全部清除一次 雖然說很麻煩 但是這是確保說 能夠保持南極大陸 它的生物以及它的食物的完整性 OK 洗手間 還有攝影機的腳架 也要 TRIPOD2 TRIPOD2 OK 攝影機腳架 每一次登陸也要清乾淨 這腳架每一次登陸的 登陸前 登陸後都要洗得很乾淨 他說這些小縫隙 尤其是腳要接觸到地面的 都很容易會夾帶一些 不應該帶的東西 嗨 Word cleaning 嗨 All set Yes OK 像這個灰塵啊 都要把它刷乾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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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向 冰礦 甚至天氣等等 確定大家是安全可以登陸的 那麼今天早上雖然下了一點雪 但是現在已經恢復天氣晴朗了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會搭著橡皮艇 前往曾經是補金船聚集的 Nickelson Harbor 中文字幕 李宗盛